Hello大家好,我是子闷 今天我带来的是Blender新版本初始奢侈指南 不论你是第一次打开Blender的新手 还是升级到新版本的老用户 这期视频都能够帮助你更高效地配置Blender 轻松过渡到新版本 不要争浪费时间了,我们开始吧 Blender更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最近Blender正式更新到5.0 所以我也是决定把我的主版本 从4.3正式搬迁到5.0 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有不同的Blender版本 之前的那些配置文件能带过来继续用吗 当然是可以的 当第一次打开新版本时 这里可以直接一键复制旧版本配置 它是能够向下兼容的 如果你不小心点到空白处 这个窗口不见了也没关系 大家可以在电脑上的这个路径里 找到Blender的配置文件夹 每个版本都有一个独立文件 比如我把5.0删掉 然后再重新打开Blender5.0 它就当你是第一次打开这个版本 会问你要不要继承 如果你要换电脑的话 你也可以把配置文件复制到 另一台电脑的配置文件夹利用 非常方便 这个路径大家可以记一下 以便后续的管理 一键计程配置虽然很方便 但长期使用的话 这个方式会存在两个潜在问题 一是由于一直在沿用熟悉的界面和设置 容易导致我们错过官方的一些 新功能调整和界面变化 二是计程的配置文件 可能会越来越臃肿 积累越来越多淘汰的 之后的垃圾文件 严重影响性能 其实我从2.8到4.0版本 大部分都是靠一键继承 所以当遇到像5.0这样的大版本更新时 我就会倾向于从头开始设置Blender 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我的配置步骤 首先来调整语言 Blender默认是英文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改成简体中文 或者是进入编辑 编号设置 界面 在这里调整到你需要的语言 我强烈建议取消这一个新件数据 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确保新件的物体 比如模型啊材质啊节点啊 都是以英文进行命名 能够减少潜在的兼容性问题 接下来是分辨率缩放 你可以通过它修改界面的大小 如果你的屏幕里Blender UI界面 看上去太小或者太大的话 可以在这里根据具体效果进行调整 启动画面这一团 如果你觉得有点碍眼的话 也可以关闭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关闭的 在Blender底部的状态栏 按右键开启场景统计数据 开启系统内存和显存 这个非常重要 可以让你实时监控场景里的 资源使用状况 以及电脑的性能占用状况 底下打开菜单这一项 建议把这个离开时关闭菜单勾选上 这样的话 当你鼠标离开菜单的时候 它会自动关闭 就不需要你在空白处点击一下 我觉得会比较麻烦 接下来来到系统 如果大家是近几年买的电脑 显卡应该都还蛮不错的 Windows我们基本上 直接开Optics就可以了 一定记得要勾选上你的硬件 CPU GPU勾上 然后修改后端到Vulkan 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显卡效能 撤销次数需要提高一些 虽然它会占用一些内存 但是在实际制作中 多几步的撤回可能就会救大命 能让你有更多的容错空间吧 我个人是习惯50到100 你也可以调到更高 在保存和加载力 这个保存版本默认是1 它的意思是当你保存了工程文件之后 会多出来一个自动保存的版本文件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累赘 比较习惯把它改到0 文件管理起来会稍微清爽一些 反正记得多手动Ctrl S吧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来到文件路径 如果你有常用的资产 比如紫门笔刷包 可以在这里按加号键添加 然后在电脑上将你的资产库文件夹加载 接下来我们来到扩展 首先要开启联网 这样才能够访问官方的扩展商店 我一般会无脑开的扩展有这几个 Loop Tools 处理网格的 Modify Tools 可以批量执行修改期操作 Copy Attributes Menu 更多的拷贝选项 Uku Paint 在绘制贴图时增加图层功能 自带插件的话 Node Wrangler 节点操作的 更多网格 更多曲线 然后还有播 Tools 快捷布尔操作 付费插件里边 All Material List材质管理 Battle FBX Add-on 然后Pro Lighting Studio 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 更新版本之后 一些我不太常用了的插件扩展 我会选择不安装 那反正后面要用到的时候再装嘛 建议大家不要 一上来就框框框装一大堆插件 其实根据实际需要 逐步添加你要用的东西会比较好 另外我平时会有整理 插件和扩展表格的习惯 在这里记录我常用的插件和扩展 然后记录版本号 更新状况 其实也建议大家养成这个习惯 每次Blender更新后 部分的插件作者 它更新东西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插件 在新版本里暂时不受支持 其实等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去修改启动界面 把你每次要用的东西都尽量改好 存成启动预设 自动打包是有必要开启一下的 这样在保存工程文件的时候 能够确保把场景里用到的贴图资源 自动打包进这个工程文件 然后我个人会习惯修改一下 雕刻界面的背景色 然后我还会加载一些额外的快照材质球 选择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作为默认材质 Blender的雕刻笔刷 默认是没有快捷键的 我会把我最常用的五六格雕刻笔刷 快捷键设置到上方的数字键里 123456 这样子切换起来会比较方便 如果你有常用的渲染器啊 常用的采样啊 反正七七八八的东西 你也可以在这里都调整好 然后保存启动文件 这样子每次打开新工程的时候 都能够自动加载到 你最常用的界面设置 就省下了无数次的重复调整的时间 OK Blender的新版本配置就完成了 其实只要能够满足你必要的使用习惯 可以正式投入制作就OK了 其他的可以等后续再慢慢优化 那这期视频也只是给你作为一个参考 我也知道 大家的使用习惯毕竟都不一样嘛 祝大家HappyBlender 做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加油啦 如果你想要高修学习Blender重担点知识 不要错过我的搞定Blender系列充电视频 另外我每个月还会提供充电视频解疑 你的每个字怎么办 我都会给解决方案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也记得点赞收藏关注支持一下嘛 我是子梦 我们下一期见啦 拜拜